农历三月是神明保生大地的圣诞 卢州宝和宫安排了一连串的庆典活动 包括赛神珠祭典 亲子神匠体验营 音乐会等等 另外也有爱心捐赠善款 提供给陆江国小篮球队做球衣基金 以实际的行动回馈地方 由陆州宝和宫委员 陆江国小家长会长及委员 带领陆江国小篮球队队员进行参拜 农历三月是宝生大地的圣诞 来到宝和宫除了祝贺 还有受赠爱心捐赠的善款 向于政府机关的环保 节能减碳 所以我们决定将这个预算 这炮钱到金钻钱预算 我们减少了差不多六万多 我们的关键来给我们地方的工业团体 这会儿刚才有我们老酒 我们老酒 老酒 老酒 老酒队员 需要篮球衣 需要篮球衣 这个费用我们赚这个机会 来冠军我们老酒 老酒 老酒 篮球队员 当然如果赚了这个冠军员 来花用了我们保兴台帝 我们的行医救世的一个精神 感谢宝和宫就是因为响应环保 然后看到我们学校的篮球队 有缺那个球衣 然后捐赠给我们 这非常的感谢这样 除此之外 一连串的圣诞活动热闹滚滚 赛神珠祭典也引起民众争相拍照 这重量达1288斤的神珠 夺得了今年祭典的冠军 这个事实可以说 已经我们保护公 离100多年前 已经传承到现在 已经大家每一角头 都可以非常拥有来参加 当然我们今天都台独公 来写信 来一个庆典活动 今天我们所谓的和粗的 独公可以差不多有20只 可以说经过我们廟的 可以说非常热烈 我们标识对我们保姓 大家有一个经意 这个奖师非常高兴 因为对我们保生大地的 一种信仰 就是传统的习俗 就是我们对保生大地的 这种信仰 就很坚诚的信仰 保和公精彩活动 还有神匠体验营和音乐会 市民摸彩等 在欢腾的气氛里 大家一起祈福与同乐 记者沈志勇林家珍 卢州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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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